OK 这个为 大家好 OK 我们这支影片呢 要为大家示范一题呢 这个以前旧的职军课本呢 那有化学反应的回流的一个问题啦 OK OK 那这个在这个新课本上面是没有的 OK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的类似啦 所以呢 跟大家 还是跟大家 为大家课示范一下 PowerPoint上面虽然说有 有把这个过程呢 都写出来了 但是呢 那还是录一下 跟各位讲一下啦 OK 那如果你会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看啦 OK 好的 那这个有化学反应的回流呢 它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哎呀 这边稍微忘了 这边忘了写那个 这个就是呢 一个这个 一氧化碳能加氢气呢 产生这个CH3OH的这个 一个化工程序 产生这个甲醇的这个 的过程 哎呀 这流程图啦 OK 那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把一氧化碳呢 这边有一氧化碳 然后呢 还有一些氢气丢进去反应啦 OK OK好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哎呀 我想一下哦 那这个呢 它这个东西呢 可能呢 就是说呢 它这个 该怎么说呢 这个是不是这个反应里面有一些杂质存在呢 有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杂质存在啊 OK 所以所以还是才会多这个CH4在这边呢 这CH4可能是一些杂质吧 或是说是不是什么没有完全燃烧吗 what level OK 好 那这个呢 这个CO呢 主要是CO跟一氧 哎 轻轻再丢进去 丢进去这个反应草里面呢 然后呢 反应之后变成这个CH3OH啊 OK 那这个CH3OH呢 这边做了一个分离的动作啊 那这一股瘤呢 就是把这个甲醇的分出来 那剩下的东西呢 就就就要准备要又回流打回去啊 OK 然后这个回流这个打回去呢 它这边又做 就做过了一个分配器啊 这个分配器呢 就分开了两段 OK OK 然后呢 这个呢 它这个分配器呢 就是把一个东西分给回流 然后一个东西呢 就把它purge out的 这个 这个purge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 中文翻译就叫冲流 这个purge OK 因为这个也是化工程序呢 是常常常出现的一个东西 叫purge 就有些气体呢 你这个分离出来 有些气体呢 你要把它排掉 把它排掉 一些气体把它排掉 叫purge 好 那这个purge呢 跟这个recycle呢 这两股瘤里面呢 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是氢气 然后呢 应该就是还没有反应掉的氢气 然后还没有反应掉的液氧化碳 然后呢 还有一些CH4的渣质啦 OK 然后呢 它这边这个冲流里面的成分是xy 没有跟你讲 OK 然后呢 这个渣质呢 是3.2 OK 那这个回流里面的这个成分呢 也是跟这个冲流里面的成分是完全一样 一样是这个x%的氢气 然后y%的这个氢化碳 3.2%的CH4 OK 因为这个分配器呢 这可能因为这个新的课本也没有讲这个啦 因为这个分配器呢 其实分配器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只是把东西分开来 但是那个组成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边这个组成xy3.2 这边也是xy3.2 OK 好那这个反应器呢 这个反应器的sing这个对这个一氧化碳的single pass conversion呢 是18% 这个就是单层转化率18%啦 OK 然后呢 这边呢 哎 忘记写一下 这F呢 会等于100啦 OK 这是100 100 我们假设它是公斤mol好了 OK 那现在假设呢 F呢 是100公斤mol啦 OK F就跟你说 这是100公斤mol 然后呢 问你啊 下面问了几个问题 OK 那这个操作条件之下呢 那我问你啊 OK 那这个 要你求一些东西啊 那你可以把F分之P R除F 求出来是多少 能不能求呢 P除以F是多少 能不能算呢 E除以F能不能算呢 其实也就是跟你 就是习乎等于说 就是算很多的流量比啦 这E除以F P除以F 那还有R除以F 那其中在R除以F呢 就是叫做回流比啦 OK 这叫回流比 这个就是回流比 OK 那其实最后呢 这个最难求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就是回流比 OK 然后呢 还有另外呢 这个 那你这个 冲流跟这回流里面 这个成分 XY是多少呢 那也能不能算出来呢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 有标准的 有化学反应的回流呢 基本上 它这个问题呢 就长这个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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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这个分析 怎么分析呢 这个 这个是 因为这是一个 多单元操作的 质量平衡 然后这个多单元操作 质量平衡 你要怎么去 圈选一个系统 来做分析呢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你大概 你只有 只能画这个框框 大概没有别的框框 可以画 OK 看有没有别的 颜色的笔 好像没有别的颜色的笔 嗯 然后再画绿色好了 这个问题呢 你没有什么框框可以画了 OK 你大概就只有这个 最后这个最大的 这个overall balance可以画 OK 那这overall呢 就是把这个里面东西都框在里面哦 OK 这是你的系统 你的system 你的system OK 这是你的system OK 这大框框呢 是你的system OK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呢 一样呢 我们先来做个DOF分析啊 OK DOF分析 嗨 OK 嗨 那我到底写在中间一点 好了 DOF分析 OK 那我这DOF分析呢 我是针对这个绿色的框框做DOF分析 OK 好的 那怎么DOF分析是什么呢 第一步呢 你就是要把这个未知数呢 哎呀 把这未知数呢 还要找出来 OK OK 那这未知数呢 怎么找呢 OK 你们现在是要分析这个绿色的大框框哦 OK 绿色的大框框 那我只要考虑这绿色大框框的进跟出而已哦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这绿色大框框呢 我只要考虑F5还有E还有P这三股流而已哦 那这个R呢回流是已经被圈在里面 这个我们就当作这个就是没有 OK就是没有 OK那这三股流里面的未知数有谁呢 这个F5就直接跟你讲了100啦 OK那未知的有谁呢 有EP有EP有P然后有X有Y哦 OK好的那这边呢这个因为这个有化学反应哦 那因为我们这个圈起来这个圈起来这个进进出出啊 这个圈起来里面这个范围里面是有一个反应器在这边的 OK有一个化学反应在这个圈起来这个系统里面哦 所以呢 这个你必须考虑化学反应哦 那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你会发现你会多了一个参数啊 叫做这个CSI哦 OK这CSI我一直不会写啊 就是这个反应程度啦 OK所以呢 这边呢你对针对这个绿色大框框 你总共这边有12345有5个未知数哦 OK那我们这边呢下面有列一个方程式哦 那这边呢有几个方程式呢 那这方程式来源有几个呢 哎呀荧幕稍微往下一点点 OK 哎第一个是species哦 OK一个物种给你一个方程式 然后subvention ixi等于e 这个也是可以给你方程式 那另外还有一个spatial condition 哇这spatial的话 这我写在哪里呢 我写在啊 我写在左边好了 OK右边的话好像被挡挡 spatial condition OK好那我们的equation来看一下哦 OK那species总共有几个呢 我们这绿色框框 这绿色框框总共进出的就只有几个物种呢 哎就是有氢啊 液氧化碳啊 甲烷 哦它还有这个甲醇哦 所以呢这边总共有 哎抱歉 这边总共几个呢 有好像有四个哦 有H2 有CO 有CH4 然后也有CH3OH 诶4个吗 诶 真的是4个 诶 OK 好那这个绿色框框这个进出呢 这FEP呢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成分 summation i x i 等于e 就是质量分率或mol分率加总等于e 那这边都是mol分率啦 OK 这边有化学反应的话默认都是mol分率啦 all f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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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 mol fractions 我还怎么设定 嗯 OK 那这个FEP呢 这边有哪一个可以列 就只有这个可以列啦 P里面可以列 所以是X加Y加3.2 会等于100 OK 好那最后一个spatial condition呢 spatial condition就是什么 类似那个灰溜比啊转化绿啊铲绿那些东西啊 那这个绿色框框里面呢 有没有什么spatial condition呢 哎呀 这个绿色转这个绿色框框里面呢 哎呀这个没有spatial condition可以用 就是说呢 这F1跟P呢 这几个流之间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spatial condition 没有可以用的 no OK OK 那各位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反正这边不是明明有一个什么single pass conversion等于18%吗 那这个不是spatial condition吗 哎这个single pass conversion 因为各位要知道 这single pass conversion 如果各位上课还有印象 single pass conversion呢 是指是指这一段 是指这一段 这一段是single pass conversion OK 是指这一段 OK single pass conversion是指这中间这一小段 你这个反应物呢 进去这个 反应器前 跟反应器后的这个转化率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分析这个绿色的大框框 那绿色大框框 只在乎这个f 还有e 还有p 这三股流里面 2 1 那你这个single pass conversion 只是在这个react 进跟出这边 所以呢 你这个single pass conversion 是没有办法 对这个f跟ep分析是有帮助的 所以呢 这边呢 因为是针对绿色大框框做分析 所以这边spatial condition 就没有了 OK 就没有了 所以这边是理由 OK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do分析呢 最后算出来 dof是多少呢 是5 扣掉4 加1 加0 所以等于0 这边是一个 OK 所以呢 dof等于0 这绿色框dof等于0 这问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呢 这个是呢 是绝对可以把这个时候位置数算出来 可以把 不是f 可以把1 p xy 还有cosine 都把它算出来 OK 那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就来把这个cosine呢 给算出来 嗯 不是cosine算出来 先做一下这个balance 那这边这个balance呢 我挑几个东西来做balance 我挑甲烷甲醇跟h2 当然你可以挑 你可以随便挑你的 我挑甲烷甲醇h2 然后还有一个overall的 OK 因为这边有四个物种 四个物种会给你四个balance equation 但是其中有提过 你其中某一个可以换成overall的balance 那我这边挑哪几个呢 我稍微勾一下好了 哎呀 我勾一下 我挑ch2 ch3oh ch2 ch3oh 然后 ch4 我挑了三个 ok 好的 那我这萤幕呢 要慢慢往下移咯 ok 那看不到的话呢 哎呀 这不行哦 哎呀 这个还是要给各位看一下 不然这数字 对齁 嗯 我缩放一下萤幕好了 哦 有人可以跟我说一下翔虹的供给要怎么按吗 我刚才是点不出来 我稍微要写一下这个 ok 不然这样后面就看不到了 ok 因为我等一下写 balance equation 还是要给各位看到这个条件 ok 那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我这个DOF分析呢 就暂时先插掉了 如果你插不掉 哎如果你来不及的话就暂停啦 ok 我DOF分析呢 这边要先插掉了哦 ok 我们这一趴呢 要先把这个balance做完 嗯 嗯 嗯 ok 那我挑了哪三个呢 我挑了CH4CH3OH 然后呢 H2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overall mass balance 那左边呢 等号左边都是steady state ok 这个 我说过的这个大一的质量 HP可能都是steady state 哈 好 那我们在第一个哈 OK 那个CH4的mass balance呢 嗯 CH4的mass balance 这个进去这个绿色框框的CH4有多少 中间在F100 这边进去在F100 乘百分之0.2 所以是100 然后乘以百分之0.2 那还有没有甲烷是进去这个系统呢 没有呢 因为剩下都是跑出来的 所以呢 跑出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 跑出来呢 E里面没有CH4 可是这边呢 有 OK P乘上百分之3.2 OK 然后呢 那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有化学反应 所以你会多出一个反应项 所以呢 会变成是cos 然后呢 乘上它的化学计量系数呢 这个化学计量系数 这个CH4呢 这个是杂质 CH4呢 你会发现这个CH4呢 它没有出现在这个反应方程式里面 它没有出现在反应方程式里面 它化学计量系数呢 哎呀 就是0啦 OK 就是0 OK OK 没有出现在化学反应里面的 反应物的化学计量系数呢 就是0的 OK 好 那这个 以 不是甲醇 甲醇进去的甲醇呢 F是没有的 那出去的甲醇呢 OK E 乘以百分之百 然后呢 就加上一个 最后一个反应项 那反应项呢 CH3是 也是克赛 然后它的化学计量系数是正1 所以是这个 那H2呢 进去的H2是一百 乘上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然后呢 出去的氢气 只有P 只有P里面有氢气的 所以呢 所以 减掉P乘上百分之X 然后加上最后反应程度 乘上H2的化学计量系数是 是 下来就是 是-2 OK 不是2 是-2 然后呢 最后呢 还有一个OVERAL EBALANCE 哎呀 这个有点 还是有点遮住 嗯 再缩小一下 OK OK 好 那OVERAL OVERAL 就是只管总量 不管成分 那总共进去是一百 然后呢 扣掉 1加P 然后呢 最后呢 所以要反应程度 乘上化学计量系数的总和 化学计量系数总和是什么 -1-2-1 所以是-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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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可以把所有的位置数人算出来啦 那这边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哪一个最好算呢 嗯你看这边呢这两个位置数 这边有三个位置数 所以直接算不好算 这边有三个位置数不好算 这边有两个位置数 哎不好算 哎可是你会发现你这个CH4的Mass Balance 哎呀它只有一个啊 OK它只有一个位置数 因为这个Casin乘以0呢 OK这就像是0啊 所以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啊 嗯 要从这个先解 这个比较好解 因为它只有一个位置数 啊那这边呢只有呢 你这样P会等于多少呢 这个就可以把直接把P算出来了啦 所以呢P会等于6.25 P等于6.25 好那P乘上6.25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那你CH3OH这个Balance Equation 你会得到的结论是1等于Casin OK 然后呢这个你会得到 百分之PX加上2倍Casin 等于67等3 然后呢这个OVERAL的Mass Balance 你会得到 1加1加P然后加2倍Casin 会等于100 OK OK好的 好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你接下来要怎么算呢 你现在怎么带呢 我会用1等于Casin这个四值呢 把这个丢进来 让它这个也变成Casin 然后P呢已经算出来了 6.25 然后呢加上2倍的Casin 会等于100 OK 那之后可以看一下Casin不就可以算出来了吗 嗯 Casin就可以轻易的算出来了 Casin等于多少呢 哎呀这各位可以自己按要计算机 哎呀这Casin 这多少 31.25啦 25那会等于1 好的那因为你Casin已经算出来了 然后呢Casin算出来呢 就表示1也算出来了 哎那最后还有谁还没算出来呢 那我们最后呢下面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往下我就可以往下移一下啦 嗯OK 那这边呢哎我这边呢我百分之Px 我们这个H2的Balance啊 剩下这H2的Balance H2的Balance呢 那百分之Px 加上两倍Casin 会等于67.3 好那百分之Px 绿色写好了 百分之Px P已经算出来6.25 然后2乘上X 然后加上2乘Casin Casin是31.25 刚刚已经算出来 所以等于67.3 哎所以呢你最后你最后会得到X 所以等于76.8 所以到这边为止呢 大概所有东西都几乎都算出来了吧 X算出来了 那你然后就然后又X加Y加3.2等于100 所以呢你这个Y呢应该会等于20啦 OK 所以呢你这个P1 Casin X Y 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所有的位置数哦 哎 我刚刚E算出来 P算出来了 Casin算出来 XY呢 也都算出来了 OK 所以到这边为止呢 我们已经所有东西呢都算出来了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F除以P呢 我们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第一个前面要回答问题 XY呢都已经算出来在这边 哎 X在这里 Y在这里 然后呢 然后呢 P除以F是多少呢 等于6.25% 所以是0.0625 然后呢 F除以1是多少呢 哎 那个也算出来了 这是31.25% 所以是 等于0.3125 OK 好这边呢 已经把这个大部分的东西都算出来 XY 然后这两个流量比也算出来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R除以F 就是最最后最关键 那回流比是多少 R除以F是多少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R算出来 OK 那现在就是要在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R除以F要把它算出来 OK 那这R除以F要怎么算出来呢 这个我们下一则影片呢 哎呀我们再 哎呀我们再再再再再来介绍 再介绍 因为这个这段影片好像有点太长了 OK 那我这周影片呢先暂时先打出在这边 所以其实这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其实跟你之前做的那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这边是多单元 有回流的 然后呢 多单元操作的 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OK 那跟其实之前的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个Mass Balance这个东西呢 就是到哪边呢 都是适用的 只要有化学反应的流程的那个方法都是适用的 最后最麻烦的还是就是说你要看出一些端倪呢 去解这个连立方程式啦 OK 那这个东西呢 确实我 嗯 那说实话 这个到底能帮各位多少呢 OK 因为我也不知道各位解连立方程式呢 那在几个未知数以内呢 各位会解的比较顺 OK 像这一次这么多的 各位 我不知道各位一次有没有办法这么快的 把它看出那个突破口到底在哪里 OK 好吧 那这下载影片呢 我们再说啦 OK 下载影片 我再把这回流比算出来 OK 那这边呢 是这个整个计算过程 啊 OK 好的 那这个剩下的再说啦 这支影片 但是到这边 要拜拜了 拜拜 要怎么切掉呢 呃 OK 解掉啊 外头臭说他也喜欢我想当我合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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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